欢迎大家早安来关心这一节 继续推广话题 现在看到保断之乱 持续在延烧有陈险业者 对于重复投保的对象一路推荐 因为业者对居隔改成零家期表示 隔离不理赔引发了保护的反弹 像是台北市政府的小保官就表示 收到30件以上的申诉案 其中25件就是重复投保 续保的争议 剩下5件就是理赔的争议 而小保官也表示 由于保单还是一个消费的行为 收到案件之后 就会邀请两边来进行争议的调解 还有人是领到保险金之后的用途 却引发了讨论 有业务员就透露说 有住在桃园透天错的保护确诊 他同住12位家人全部都匡列隔离 总共能获得理赔65万 他们家还有保其他的保单 所以总共能获得百万的理赔金 他们就把这笔钱 拿去还宾市车的贷款 而且已经领过隔离赔偿的同住家人 还说好想确诊 领缺者的5万理赔金 这让业务员觉得好傻眼 而业务员抛文说了这件事情之后 不少网友也来发表看法 但是多数人都觉得 怎么运用理赔是个人自由 愿赌服输好吗 再看到是疫情升温 政府在呼吁说 民众赶快去打第三剂疫苗 但是国公升级的董事长 曾祺先提出的观点 他说Omicron病毒多为轻症 重症死亡率低 未来世界趋势是真的还需要疫苗吗 还是未知数 而国公升级的新冠疫苗 目前在印尼进行第二期的临床试验 詹祺贤也说 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疫苗新的版本 不再用旧的病毒来设计疫苗 新的需求性在哪 也不可能因为要防病毒 就不断地打新冠疫苗 印尼也打个五六剂吗 而这些状况未来会有很大的变数 所以他们也不排除疫苗设计 未来将流感跟新冠肺炎 来结合在一起 最后看到有民众确诊 借助到亲戚家 但是家人反应让他有点不满 他说他在工作场合被传染 刚好亲友家有一遇一失的空间 他就住进去 他说结果他的父亲 还没有关心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却问他有没有保险防疫险 如果有的话 就应该每个人给2000块的红包 来做人情益礼 确诊者说亲友有帮助我 自然就会回归给他们 但是父亲不断关注这件事 让他有点困扰 还有网友也安慰他 你爸爸最后也道歉 其实还不算太糟糕了 把时间缓划钱